早上好 这里是肉老师 今天我们来大同酒家喝早茶 周末早上九点半到 我居然还小等了两桌 除了招牌的蛋挞 虾奖 大同的鹅解粉果也很出名 定价还是比较良心的 可能是周末的原因会比标价贵一块钱 蛋挞买一送一 诶 搞错了 酥皮蛋挞是大同金酒不摔的招牌点心 才14块也太便宜了 看外表就知道是亮蛋挞 镜面反光 酥也开得好 但是上手我感觉打脸了 然后这个最丑 哇 它不够热 不够热的蛋挞 一方面酥皮和蛋液会失去大部分香气 一方面蛋液的质感会因为温度下降 有所凝固 失去应有的水嫩 看到我开木彩类 你是不是已经在幸灾乐祸了 在我吃下一个之前 我建议你提前把真香打在公屏上 你看看这蛋液 既保持了凝固又坚固了嫩滑 在嘴里水汪汪的 有蛋香 甜度又刚好 塔皮达到了松化香酥 所以温度是很重要的 只要是新鲜出炉 蛋挞就是极品 对得起招牌 大同的虾角曾经拿过商务部的奖 但天大的荣誉也只是对过去的嘉奖 对每位客人都呈现获奖品质 平等对待才值得尊敬 虾角个头超大 皮太糯了 我还是喜欢有弹性嚼头的皮 其实皮是薄的 就是包的不太行 褶子犹如3333层皮叠加 无敌厚 不过馅料水平在线 虾的鲜味浓郁 大个饱满有弹性 笋钉啵啵啵 又很多汁 调味也很恰当 油盐胡椒比例控制的恰好 综合来说 对得起这个价格 完全值得一试 据粤厨宝典所说 广州粉果的出现 不晚于明末清初 比推测是清代中期出现的虾角 要早许多 最早粉果用金米 后来加上鲜米 算是稻米系 而虾角的皮用邓面 算是小麦系 两者有明显的南北之分 而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 粉果皮开始出现邓面 70年代的梳理 已经不见到密的痕迹了 所以如今的粉果皮 已经和虾角皮无异 这里粉果皮 却比刚刚虾角的薄 且有弹性的多 风口没有捏紧 容易开口笑 里面的馅料 包了大量笋干 和少量的咸蛋黄 香菜 猪肉 虾 个头超大 口感丰富 还是可以试下的 好像拍了这么多期喝茶 没哪家的烧卖是及格的 大同也不例外 肉馅太软 没有味道 皮虽然薄 但是和之前去的三字连锁一样 加生的 11点前买单可以享受七八折 趁现在才10点两个字 加个单线 净凤爪和蒸凤爪 菜单上更推荐净的 凤爪爽脆有弹性 做起来很过瘾 就是有点油腻 而且不入味 再酸一些就更好了 厨房终于想起我的白粥了 比起生滚肉粥 早茶 我更喜欢清口润味的白粥 白粥棉花 米粒开花 表层的粥水是精华中的精华 奶香浓厚 舒服 最后的马蹄糕 突然变得少女了起来 还是热乎的 高深柔软 甜味带着甘蔗的香味 马蹄粉粉脆脆 量也足 水平在线 折后192块1 人均65 这个价格能达到这个出品 非常不错了 走的时候发现 总厨居然一大早就在督战了 这次 我们还没有吃大同最有名的脆皮鸡 此处弹幕应有 二刷走起 第二次来 总厨竟然又在 仔细看了饭式菜单 竟然还有叛唐五秀 顶湖上述这种 如今已经少见的菜式 因为要等朋友 想要叫起 竟然被拒绝 烧腊双拼 也让我们增长了见识 比如说 这个生品 烧肉 橘子双拼 不一定 不好意思 还有什么 那我们不要 OK 什么不要 就是双拼 不要 已经下单了 不好意思 但你刚才要说 这个不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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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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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太动 不高感 蛋塔够热 水准和上次一样好 虾角和上次一样 优缺点明显 调味也算保持了稳定 脆皮鸡 是大同另一个 经久不衰的招牌 果然好吃 鸡肉又嫩又多汁 皮像玻璃纸一样薄脆 两种口感截然不同 又互不排斥 配得酸甜酱汁 似乎还带有些许酒味 脆皮鸡的秘诀在于 要先像白切鸡一样 卤水净熟 再像烧鹅一样 上皮水风干 最后像乳哥一样油炸 无愧于招牌菜的名号 萝卜糕先炸至定型 再另外爆香XO酱和配料 最后关火同炒 才能像这样保持焦脆 萝卜糕里面有一条条萝卜丝 既有口感又有水分 品质不错 XO酱更多是个点缀的作用 爱吃萝卜糕的同学可以试试 叛唐五秀指五种产于叛唐的水生植物 灵脚 胶笋 瓷菇 马蹄 莲藕 这五者的小草也同样被称作叛唐五秀 但因为石令或者采买成本 一般都不会五秀齐全 这里也不例外 只有其中的胶白和马蹄 用了山药豆角来充树 口味清爽 就是食材没有特别新鲜 豆角还带筋 比较秋奇 栗子角皮太厚了 肉馅没有任何口感和香味 只有香菜的味道 软软的皮 梅烂的肉 粉粉的栗子 都是偏软的口感 个人不太喜欢 金钱度厚实大快 柔软又富有弹性 这是我最爱的状态 沙爹酱味道浓郁 散发着花生酱的香气 后味有些许的辣 是一份好的金钱度 看这个样子就觉得 好求其 勾不起食欲 成村粉爽滑 只是偏厚 豆豉鲫鱼放得很节悦 几乎就是酱油捞粉 马拉糕质地松软 有点偏湿了 有股椰子的清香 普普通通 突然怀念起菜某点心的马拉糕了 所谓盐局虾饺 原来就是炸好的虾饺 放在粗盐上面 假装一下而已 外皮很厚 内馅很咸 这种创新虾饺 简直瞎搞 点心之外 只吃了两个菜 所以不做过多评价 点心呢 少数出彩 多数平庸 对得起价格 比新月稍好 服务方面 双拼种类 不注明 不告知 不能选 反复再强调 热菜要等30分钟以上 劝我们点点心就好 营业时间到9点半的餐厅 8点刚过就来催结账 你们能接受这样的服务吗 总的来说三星吧 翻看史书 大同的前身叫广州园 是日本人在1938年开的 彼时正值广州沦陷时期 40年代才改名为大同 50年代公司合影后 接待了多位政要 比如地表最强80后的老豆 改开放之后 引入港资 后来才有了著名的音乐茶座 许多老字号其实都像大同 老板不停在换 传承的除了招牌 还剩什么呢 如今老字号越传承 似乎越没有精神内核 越成了财富密码 为了王老吉 广耀和加多宝对簿公堂 满大街的桃桃剧 被山东老家玩得风生水起 谁不是嘴上主义 心里深意呢 恐怕只有多年帮衬的老街坊吧 我结婚和我的儿子结婚 都是在大同酒家摆酒 都挺可惜的 我结婚摆酒都在大同摆的 采访里不见年轻人 可能把老字号关门的新闻 转到朋友圈 已经是他们最浓的人情味了 老字号自身挺之不前 可选餐厅越来越多 外卖快餐越来越快 城市中心越来越东 老字号们就算不身体死亡 也会精神死亡 可是 也有谁在乎呢 多年后 我们再翻开史书 这段历史 可能只留下一句话 2018年 大同酒家重新开业 大受好评 老字号又焕发了新的生计 感谢你看到最后 这里是热心市民热物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求点赞 求收藏 求评论 求转发 下期见 对对对 谢谢帮忙 看看有差 再见 再见